大家好,我们是三人自由行 这是汤圆,我是汤姨 我是汤叔 今天我们接着去核桃坪景区 核桃坪说是秦岭最具原生态的 我们很期待,出发 现在我们前往核桃坪原始森林 这个路是去往核桃坪村的 非常窄的一条水泥路 但路面还不错 这里头的路还是比较窄的 而且比较显 一边都是微雅 落石不断 一边是虚水河 哇,你看左边上面都是树 开满了花 哇,这边刚刚落石落下来的 还没清理 这第三头石头就贴左边走了 对轮胎是个考验 这边一路上也有不少村庄 都开了农家了 还很有特色 建筑都是战国时期 秦朝那种 秦国的那种建筑 正前方就蓄水河 看镜头能不能拍到 其实就在拍到了 其实就在我们左边 一路跟着我们走 它的石头都是白色的 核桃坪原始森林景区 看右边路标还有10公里 我们一路上就见到我们一辆车 一次错车也没有遇到 哇,这狗部都跑得太美了 你看这蓝天 哇,这右前方一棵大树 梧桐吗 不是,秋树 秋树 秋树 这上面下就遇见到秋树 好美 这蓄水河越晚里 这水量越小了 现在就变成一条小溪了 右边 多彩核桃饼 这才是核桃饼 大家看到它村子是狭长型 这是春木 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 我们看森林公安也比较多 应该是有非法捕猎的 然后也有这些广告 打击这些非法捕猎 在这森林的深处 还有很多糊涂的 在除路边的杂草 它为什么叫核桃坪呢 就这路边全种的是核桃树 它一说是野生的 你看 哇塞 真的是满山遍野都是核桃树 到了 原始森林景区 真的是一个游客都没以为 没有游客 买票吧 原始森林景区的 然后你看咱们这上面显示 黄百元宋太夫景区 所以它是 对啊 我们这两个地方 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景区的 我明白了 然后这 我们买了原始森林 和大建沟的通票 门票每人63元 再买了景区交通车票 每人20元 出发了 现在景区里是不是有人吗 有游客吗 救我们杀 救我们杀 到了 到了 然后你们从那去 原始森林去办 走到有一棵龙松 就往回 在登山路口 我们飞起了无人机 核桃平原始森林 地处秦岭南路腹地 北一秦岭高峰 太白山和敖山 这里群山 层栏叠障 原始森林 遮天蔽日 放眼望去 树木葱裕 流金溢彩 满眼都是 绵延起伏的绿色海洋 这里也是汉江一级之流 蓄水河的源头所在 只见藏在秦岭深处的蓄水河 两侧幽谷 渐兮缠缠 不断汇集到谷中 蓄水河 避流川峡 蜿蜒流向长江 这里还是唐洛古道所在 是历史上 长安通往蜀地 最快捷 最险峻的一条古道 李白的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写的 就是这条古道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 西当太白 有鸟道 可以横绝 峨眉巅 自古以来 秦蜀 被秦岭所组 西边太白山 有高飞的鸟儿 能从低缺处飞过 这条道 就是唐洛古道 我们今天 也要走其中一段 说到秦蜀的原始森林 李白心有余悸 朝避猛虎 西避长蛇 磨牙损血 杀人如麻 古时候进入原始森林 清晨虎豹 磨牙损血 你要躲避猛虎 傍晚 蟒蛇杀人如麻 你要小心长蛇 非常恐怖 千年过去 秦蜀的原始森林 大多被破坏了 我们眼前这片 茂密的原始森林 确实因为太白县 和周治县的化界纠纷 归属不定 避过砍伐 躲过一劫 难得保留了下来 收了无人妻 我们一家三口登山了 景区派了一个工作人员 陪同我们一起上山 董师傅 您在这里面工作多少年了 七年了 七年了 嗯 那这里面您可能也进了无数次吧 哎呀 我每天都是四次 每天都进来四次 哦哦 每天都进来四次 土匪要藏到这里边可是 哦 那个是那个下面嘛 你们上来看到有一个青龙寨嘛 是吧 嗯 那里面就是藏着土匪的 哦 青龙寨 哦 我们这最有名的土匪就是 您说 哦 青龙寨的土匪 有一个姓芳的 叫芳九州 哦 那个人最厉害了哈 芳九州 哦 那个土匪 哦 这土匪可厉害 真不容易啊 这原来这个台阶啊 原来是木头做的 嗯 木头管了一年 烂掉了 全部烂掉了 嗯 最后没办法就是 全部搞到砖头 嗯 挺好的啊 这里从来没有采发过的 没看过的 嗯 找了没找了 嗯 嗯 有一个一块 是 松树很多哈 这就是松树的 嗯 这个一棵 最少都是看 四五十米高的 哦 对 笔子笔子的 嗯 原来你那个躺着古道啊 就从这儿就开始 嗯 一直走到那个 周子老县城去的哈 哦 一尺多宽的路 嗯 全是 走 还有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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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前两年跟你说 这条路啊 穿越的人特别特别多 嗯 好多游客都穿越到老县城去 老县城海洋啊 嗯 嗯 老县城关键是古老的很 对 有有有有 嗯 老县城要去了 可以跟你说到那个文卧馆 嗯 可以去转一下 还有那个也有古树 好大好大 嗯 嗯 那这是自然保护区啊 哦 人 人都的动物就抓你了哈 哎 他们今天还发现一只大熊猫 啊 今天 嗯 什么时候啊 在这边 在那边 在那边 嗯 一会儿我给你看手机 哦 拍到了 拍照 他发的图片过来 我看 我今天看见了 哎 我手机上图片多得很 还有林牛 哦 林牛也拍到了 嗯 我全部都拍照了 嗯 嗯 也是 修猫也是今天拍的 你说这个 林牛还挺危险的 林牛比较危险 好地人 对 不过离远一点啊 不怕 不怕 就害怕啥 这个转弯 它在这边 你从这边走 你突然见面 哦 把他也吓一条 把你也吓一条 他就要真人了 他吓到了 对 冲卧了 对 远远的他不会 对远远的他不会 看 就这棵树 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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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树是核核二虾 这上面哈 嗯 林牛野猪 野猪 狗熊 新丝猴 我们听那个 我们住的老板跟我们说 去年镇上有两个都被林牛被顶死了 一个受了重伤 去医院后来也没救活 一个单场就被顶死了 对 我们队上有一个区间就是叫林牛顶死了的 对 野猪六十多 野猪六十多 他喝酒喝多了 对对对 按喝酒对 对 就像您说的 转过来 一转过去就遇见了 突然吓一跳 对 所以走这种山路 你没话你得找话说 把他吓找 哦 他有声音 他一听他就走了 你如果说不说话 你像这个弯 他在那边 你在这边 你两个突然见面 把他也吓一跳 把你也吓 是不是 对 出点声 你出点声 或者拿个棍儿 炫走炫敲 对 他都没问题 今天这森林就我们杀了嘛 好 谢谢三个 你们是不是也担心我们安全了 是的 他就跟我们上了 嗯 但我们没经验碰到个动物 一般中午不要紧 中午不要紧 主要是早晚 早晚 动物都在这密宿 哦 中午他也休息啊 哦 对 不过 出现动物 咱四个人应该不怕吧 那不怕 不怕 看 这个就是龙松 哦 这就大了 嗯 龙松啊 龙松要拍照啊 站在那个方向 嗯 站在前面这个 有拍在那个方向 拍出来 效果最好最好 最好最漂亮 嗯 哦 你这样拍上最像个龙了你看啊 哦 对对对 这样拍非常像 这接着走就去周一了 哎 对对对 周子老县城 对 现在不让过去 现在不让过了 再过去两五里 是不是翻过这道山林 不翻山 不翻山 跟着这河边走 哦 这有点河 哦这一条大河 跟着河边就上去了 哦 哦 咱明天也去大沿高 也没这也能去 它是 它不是在大沿高吗 不一定 嗯 这个是 这个林游是到我们景区门口 哦 就在这边 你停车了 我们停车那就有了 就你们停车了 嗯 这个是河滩培的 这个不 这个不清楚 斗 你看 这这这 好几只呢 两只 三 三只 嗯 不经历找个好的 这个抖的 你你过来看看 看吧 抖的给它看看 找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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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好的它看 还有一个离到最近的 啊 这也是 这个这个它来攻击我了 我跑了 你看 顶过来了 嗯 你看 我不是站在这儿的吗 你看 它向我走过来了 我过来了 嗯 不经历再找一个 那还得跑呢 不跑它就 嗯 嗯 就在我们门口嘛 你看我手机拉上跑了 嗯 它不追啊 嗯 不追 看你跑了就不追了 你看 就这个 嗯 哎呀 在马路上 嗯 在马路上 看 哎呀 转进去了 嗯 在那树里边去了 车过来 你看 这个就是 大家都欣赏吧 是是是是 哎呀 哎呀 咱的好朋友啊 对啊 也是生态好了 才会有 对就生态好了 是的 对咱的保护得好才有 和学共处 是啊 对啊 在谬运共同体 嗯 就是人不复青山 嗯 咱把这个给你 你从这个地方上 哦哦哦哦 好嘞好嘞 谢谢谢谢 再上去不是有个红金木 红金木 哦哦 从那个三杰一来都下去了 下雨落回去了 哦三杰一 我在那等你 哦好嘞好嘞 行 谢谢您哈 好嘞好嘞 谢谢 哎 走